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大小小的道路上车轮滚滚落荒而逃 奔走的行人惊慌失措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岛上的一座名叫皮纳图伯的火山 出现了一系列爆发前的征兆 科学家们冒着生命危险 不仅获得了火山即将爆发的有力证据 而且还说服了当地政府 对这个地区一百多万居民实时转移 走在这浩浩荡荡的撤离队伍当中 可以说每个人都不知道身后的家园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和家人能不能在这场灾难当中脱险 更不知道皮纳图伯火山将在哪一刻喷发出炙热的怒火 6月12日星期二早上 暴虐的皮纳图伯火山开始向人类旋战了 积蓄数百年的能量在一瞬间崩化而出 浓重的烟柱冲上了十几千米的高空 山脚下数万人在惊慌失措地奔跑 烟尘逐渐要砸到地面上 一个接一个的村庄变得空气无人 蒙多萨是一位身怀六甲的母亲 她在父母和丈夫的帮助下随着人潮的涌动艰难前行 她不知道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能不能逃脱这场劫难 每条道路上人们都在为逃离险境加快着脚步 而在皮纳初博山路上的火山观测站中 科学家还在艳艳近日的奋战 在观测站里可以说此时的气氛已经紧张到了令人窒息的情况 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点 要知道此时在监测点的都是世界顶尖级的火山专家 亲眼见识的剧烈火山爆发都不在少数 可是他们不得不承认 此时此刻的监测 要想让自己始终保持冷静 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检测点中 弥漫的气氛主要就是恐惧 13日凌晨5点55分 地震仪的指针剧烈地抖动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逐渐向最后时刻靠近 接下来的情形简直超乎监测小组的想象 西方地平线上涌起一团翻腾的烟尘云 皮纳突破火山的愤怒将在这次喷发中达到零点 地址工作者包地斯塔无比敬畏地看着这一切 他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危险 他们千方百计提醒别人避开 自己却深色险地 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 我怕是再也见不着家里人了 观测站里 此刻没有人想着要离开 但是当时没有别的选择 我知道 几个孩子不能没有我 但是我的国家更需要我 所以我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中 皮纳突破火山又喷发了四次 每一次喷发都有数百万吨的烟尘被洒向了天空 浓厚的毒气云团迅速在大气中慢卷 气浪中携带的火山岩掉落到了四十八千米外 那天到下午三点的时候 大白天就变得黑曲曲的 感觉就跟世界末日到了一样 在诸多科幻灾难大片当中才会有的世界末日景象 难道今天就要在皮纳突破真实的上演吗 监测小组的科学家们心里也在打鼓啊 反常暴虐复杂神秘莫测 这是他们对皮纳突破爆发前的表现的 共同的感受 1991年6月15日下午1点42分 20世纪惊心动魄的一次自然灾难降临了 5立方千米的岩浆静直冲上天空 在数秒内达到了同温层的高度 从上面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核弹轰然爆炸 不绝鱼耳的爆炸声从四处传来 火山碎屑以每小时161千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温度高达800摄氏度 每小时奔跑160千米的火山碎屑 温度高达800摄氏度 大家再看看它恐怖猙獰的样子 还有呢令人站立的声音 即便是最伟大的文学家 恐怕也很难准确的描写出它的恐怖 因为它正在人们的身后 带着炙热带着轰鸣带着刺鼻的气味 一步步的向人群逼来 在火山喷发中逃难的人们 现在是在和地狱之火赛跑啊 不过幸运的是 因为科学家的努力 和当地政府的决断 大多数居民 此时已经基本到达了安全地带 但是科学家朱利和记者麦克赛赛 因为一直在最前沿监测着地震波 此时此刻还没有逃离危险的区域 眼下在和这位火山恶魔的生死较量中 他们取胜的唯一可能 就是跑得快点 跑得再快一点 在慌乱之中 麦克赛赛和朱利冲上车 试图甩开渐渐逼近的地狱之火 我们一边开车逃命 一边又染又叫乱成一团 烟熏的眼睛受不了 眼泪往下流 当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夺命而逃时 朱利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 用一台家庭录像机拍下了火山碎屑流 涌动的情景 老天爷啊 录像带上经常出现的闪光是由过热气体造成的 而朱利知道死神已尽在咫尺 如果自己选择了错误的逃生方向 他们将全部丧命 我瞧瞧左边又瞧瞧右边 发现两边的火山灰云都在朝我们逼近 快点这边这边冷静点 别慌别慌 带着别动 即便是在和死神赛跑 这位勇敢的记者也没有忘记用他手中的摄影机拍摄下这种珍贵的镜头 幸运的是他们最终逃离了险境 然而还有一些人没有离开皮纳突破 这就是火山调查小组的科学家们 因为他们知道宝贵的科学数据往往就在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获得的 火山预警研究更是如此 那么他们最终能够逃离皮纳突破的魔掌吗 皮纳突破山周围几乎成了人间地狱 喷发出来的岩浆体积差不多有五立方千米 也就是五十亿立方米 周围的原野一片接一片地震动起来随后天摇地动 科学家们在最后的时刻决定撤离 但是他们真的耽搁得太晚了 对我来说那真是最恐怖的时刻 你没法想象那种感觉 火山会留就在后面 而且随时可能追上来 当时我们都一心想着赶紧走 车外伸手不见五指 火山还有可能随时爆发 我不能开快 每小时只能走十千米 我心里很清楚 要是火山再来一次更大的喷发 我们就真的要被烤干了 真的 那样谁都别想活了 幸运的是 调查小组的科学家们 最终都和居民一样 及时撤离到了安全区域 然而皮纳图伯火山引发的灾难 并未就此平息 火山喷发渐渐的停止 居民们以为他们已经逃过了这次劫难 可事实上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有句话叫伏无双至祸不单行 用它来形容这次火山喷发的残酷 真是恰如其分 实际上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往往会同时发生一些半生灾害 你比如地震总是和降雨 泥石流等相伴而来 与火山灾难半生的最常见的 就是火山泥流和降雨 那么皮纳图伯火山喷发的同时 还有什么灾难正在酝酿当中呢 此时的皮纳图伯山坡上和山脚下 几乎荒芜人烟 经受过皮纳图伯火山威胁的一百多万人中 只有几百人还留在这里 就在人们认为自己已经逃过这一劫时 又一种灾难 泥石流降雨滥 沿江狂潮从皮纳图伯山上奔腾而下 带来大量灼热的火山碎线 就像岩石汇城的洪流一样 淹没了山下农田 吞噬了城镇 摧毁了沿途的一切建筑 刚才老陈我已经向大家提到过 这个火山爆发以后 一般都会发生泥石流 这一点呢 是在科学家们的预料之中的 这主要啊 与火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火山口所在地 往往都有高海拔的冰川 火山释放的热量 让冰川积雪迅速融化 倾泻而下 和火山碎泻融合 形成了奔勇的火山泥流 除了泥石流 还有一种半生的天气现象 这就是降水 因为在火山的喷发物当中 含有大量的水气 它们冷却以后就会形成降水 果然皮纳图伯火山喷发以后 降水也是如期而至 可是这次降水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异常 又一次超乎了科学家们的预期 皮纳图伯火山啊 你到底有多少古怪的性格 要向世人展现呢 皮纳图伯火山爆发后 迎来了难以想象的狂风暴雨 它席卷着数十亿吨的烟蝉 在皮纳图伯上空四月 科学家们惊讶地意识到 一场剧烈的泥石暴正从天而降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 这就好像从天上泼下来大量的混凝土 在可怕的泥石暴中 一桩桩房屋和建筑 纷纷倒塌瓦解 没有哪个城镇也没有哪个居民能够承受这种打击 这种事情太反常了 一切来得如此迅猛 突然令被困其中的人们措手不及 真的是叫人不敢想象 谁都想不到两种自然现象会同时出现 你想想人被卷进了两种自然力量的斗争中 而且刚好被夹在正中间 在噩梦般的十五个小时之后 皮纳图伯怪兽渐渐停止了咆哮 两天以后 当太阳终于重现人间的时候 这个曾经熟悉而美丽的世界 已经变得陌生而恐怖 放眼望去 大地如同月球表面一样崎岖 成为了一个毫无生气的黑白世界 二十世纪出现的最大的火山云 人在上空缭绕不去 接下来三年中 他将促使全球温度发生显著的变化 自从拥有二十世纪的高科技装备后 还从未遇到规模如此巨大的火山盆发 因为科学家的努力和人们共同的写作 无数人幸免遇难 在这场原本可能造成上万人死亡的自然灾难中 死难者总共不到三百人 这是人类的一次胜利 但是有一个疑问困扰着科学家们 就是这场相伴而生的泥石暴 这场巨大的泥石暴来的实在是太蹊跷了 因为泥石暴的产生不仅需要巨量的火山灰 更要有极强的降水 毋庸置疑的是皮纳图伯山是火山灰的供应者 可是这个强降水呢 科学家们知道 如此大的降水量 绝不是这次火山爆发能给予的 如果不是皮纳图伯火山自身造成的 难道泥石暴的产生还另有帮凶吗 那么这个卷入皮纳图伯灾难中的同盟者会是谁呢 调查小组开始把目光从皮纳图伯投向了更广阔的区域 地质海洋气象等领域的专家都谨慎地寻找着这位神秘帮兴的蛛丝马迹 不久 超级台风永尼亚成了科学家们锁定的目标 没错 就是它 这实在是自然界中不可思议的可怕巧合 当时啊 永尼亚台风正好是在这个火山喷发到达最激烈的阶段抵达皮纳图伯 这是再大的灾难总有过去的一天 几天以后一切都平静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以后 皮纳图伯的居民们又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躲过这场劫难后 蒙多萨平安产下一个健康的男鹰 启明林迪 启悦 来自世界各地的火山雪家们重新回到各自的国家 观测着世界各地的火山动向 像每个大难不死的人一样 记者金麦克赛赛说 这次时间改变了他的人生 我想到最后皮纳图伯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教给我很多东西 他告诉我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伟大 同时又有多么的渺小 生命在强大的自然面前究竟是伟大还是渺小 就在记者麦克赛赛对此感慨万千的时候 皮纳图伯火山灾难中又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几个阿埃塔人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大家顿时惊呆了 你们不是在撤离的路上从队伍当中溜掉了吗 你们究竟去了哪 火山爆发的时候你们在什么地方呢 您猜这些人怎么回答 他们说我们从始至终就在皮纳图伯山上从没有离开过 这个回答简直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让人们震惊 在被岩浆火山灰吞噬的最危险地区 怎么还能有人活下来呢 而且还这样完好无损 围绕着皮纳图伯山还有多少隐秘的故事呢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恐怖的一刻 当政府人员协助阿埃塔人撤离皮纳图伯山时 一个叫塞比欧的男子同切尔却不愿意离开 于是他带着部落里男女老少一百多人 偷偷从撤离队伍中丢了出来 躲进了山峰东南面一个幽静的洞穴中 洞穴很大 塞比欧和家人躲在了最里面的小洞 他们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会是怎样 几天后 令人不寒而栗的爆炸声突然从洞外传来 惊恐的塞比欧和家人们 不知道外面是怎样恐怖的情景 不久 塞比欧闻到了洞穴中 开始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鲜火的生命在烈焰中窒息消亡 当时任任都在哭爹喊娘求神保佑 后来脚底下摇晃起来石头往里面乱滚 再接着就是到处都烧起来了 我觉得背上火辣辣的 简直就像火在烧 衣服都快烧起来了 眼看周围的人全都奄奄一息 塞比欧没有放弃最后一丝求生的希望 他用蝙蝠粪把自己和妻儿埋了起来 我把我爱人和我儿子埋在里面 然后自己钻了进去 后来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 这场灾难中的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塞比欧和切尔凭借蝙蝠粪堆 奇迹般的躲过了一劫 他们的逃生经历给了火山研究专家很多启发 幽暗深邃的洞穴是很多生物躲避自然灾难的天然场所 这一点在很多古老物种身上都得到过验证 但是人类也能利用洞穴环境逃过火山恶魔的袭击 的确是第一次见到 这将伪人类研究火山预防和避险提供新的思路 灾难平息后 塞比欧和活下来的埃塔人 收捡了死去族人的骸骨 回到了他们的新家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留在皮纳吐伯山里 而山下地地上的居民也依旧继续着他们的生活 一起新日的灾难 人们难免会感到悲伤 但在他们心中更多的将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 对所有经历了这场劫难的人来说 皮纳吐伯的山峰也许改变了 但他们的心灵却依旧祥和如初 经过这次暴虐发作 皮纳吐伯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山峰变成了世界瞩目的火山 不仅是因为这次准确的预报和成功的撤离 成为了人类预警火山史上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留存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 大量的火山灰和地质遗迹 让后人可以了解这次喷发的不同模式 既为它下一次喷发做好准备 同时也给地球火山宝库增加了一份重要的档案 但是它同时还留给我们另外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就是如果火山真的没有爆发或者暂缓爆发呢 毕竟大自然有很多我们琢磨不透的地方 如果是另一种可能发生 人们会怎样看待火山科学预警呢 又会怎样看待科学家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甚至是生命呢 在火山预警中 科学家们用勇气和生命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 永远值得我们尊重 让我们在向那些为探测火山而失去生命的英雄的致敬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